那么本来是后来计划沟通 把上午的时间也要过来 我说上午那个也让我来讲得了 后来那么因为是提前已经宣传出去了 所以说已经变 今天的我们就讲的就不用那么时间长了 Linda老师再三嘱咐说 少讲一点保存体力 我们今天少讲一点 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讲什么内容呢 接着之前我们讲的内容 就跟大家去讲 首先我们大家说今天指数是上的 指数今天是上的 这个位置的一个平台 现在有突破的迹象 我觉得指数 你看我讲过一般很少讲这个指数 我一般在中国也一样 很少关注指数 因为过了这个关注指数的年代 在前千年我们炒股票就是看大盘 大盘涨个股就涨 大盘不好的个股就不好 这些年呢大盘好个股呢 该下跌的还下跌 对吧 大盘呢这个下跌 个股该涨的怎么样 一直在涨 所以说我对指数现在就是关注的可能会少一些 那么我们就不作为重点的研究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去讲的内容是什么呢 还是我们接着之前的内容去讲 那我们之前大家就讲了一个逻辑 第一呢 炒股票分几个领域 对吧 那么其中我们这一次来了 重点讲到了这个叫主力什么 行为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重点 那么在众多主力行为里面呢 我们做了一个分支 我们这一次呢 重点会给大家去说 就是在众多主力里面 油资这个主力实力是怎么样 是最厉害的 那么我给大家去一个建议是什么呢 就是你无论你报不报大师班都没有关系 无论是你已经报名的 还是正在考虑的 还是就是不打算报的 你一定要去关注我跟你说的这个东西 你可以不用报 这个没有关系 但是你千万不能不认可这个东西 那么有人就说 李老师这个学术我要不要认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不需要你认可不认可 你不认可这个东西也在这 这个东西是最厉害的 明白了吗 这个不需要你认可 你不认可了 它也是最厉害的 不过因为你不认可 它就不是最厉害的 你放心 它比你十个都厉害 能理解我说一次了吗 那为什么厉害 我们跟大家去讲了 我们周末讲了一下午 对吧 就是跟大家去讲 从这个监管呀 实力呀 资金的多少呀 操作的分隔呀 包括从这个技术上面 大家去做了这个讲解 就是油资为什么这个厉害 当然有的东西 我肯定不能说的太直接了 有的东西我们不能讲 因为我们只能是留在大师班里面 才能讲到 所以这个油资我们就 带出来去讲 那么我们这次讲这个大师班的是分两步走 那么我知道这个东西是对我们来说是很陌生的 所以我讲课的时候收班的时候 我还是给大家一个过渡的机会 我说慢慢过渡不要着急 所以我呢先没有讲这个 我其实先是讲这个主力什么行为 我觉得我们大家对这个主力行为如果了解了 那我们说了众多主力里面 油资是众多主力的其中的什么 一个 那自然大家就明白了 所以我们公开的课程 我们一般就是讲主力讲得多 那么大家一定要对这个东西先认可 然后我们再来学这个 那么我们在前两天讲课就讲了很多的主力行为 你比如说我们讲了一个叫多空什么资金 那么多空资金这套方法实现出来以后 它就不是单纯的指标 我们大家学习的时候呢 一定要会学习啊 我们很多人学习呢 这个这个这个效率呢 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卖啊 就是不会去举一反三啊 你比如说六十个大学讲这个KDG金他买死叉怎么样 买那这就是一个一个方法 对不对 那我如果明天再讲一个MACD金他买死叉卖 又是一个方法 那这两个方法你学完以后 你是什么感想呢 你聪明的人如果你对股票很懂的人你就明白了 这两个其实本质上面没有什么区别 它没有什么区别 它都是拿价格怎么样算出来的 你包括KDG和MACD来成交量都没有涉及到 时间和空间有没有更没有 你首先要明白KDG和MACD的计算的原理是什么 它就是九天三天的价格之间的对比 所以说这两个之间没有什么区别 那如果说有区别 那确实有 那什么区别呢 就这个KDG它是一个摆动类的指标 而MACD是一个什么 趋向类的指标 那这个摆动类和趋向类有什么区别呢 那趋向类的就是一般分析趋势 比如MACD金刹或者死刹 后期的上涨或者下跌的周期是比较长的 那么KDG它是一个短线是一个摆动类的 它的哲学思想是物极什么一般 就是超跌了以后 这个东西就会达到零种 或者有的交易软件上面是复值 那如果迅速的快速上涨以后 那么这个KDG它一定是达到一个什么天上面 那么大家论交易软件的值顶格是100 那咱们这个软件没有顶格 它可能是在100多 那说明就是超账 我们讲这个时候容易往哪走的往下走 这个时候你会去总结 你会去分类 那么有的人就是说完KDG和MACD就不会分类 今天老师说KDG金刹买死刹买 哦 很好很好 明天讲MACD金刹买死刹买 哇 很好很好很好 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那你要知道它为什么好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那如果你现在做短线 你应该是适合KDG 如果你不喜欢做短线 那你适合用什么 MACD 对吧 那这两个之间它一定是有一个区别的 你比如说我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 二十日军线和MACD有区别吗 比如说二十日军线和MACD有区别吗 二十日军线和MACD有区别吗 没有 有没有区别 对了 你看你聪明的人就明白 这两个没有区别 因为这个二十日军线 那就上二十日军线买 下二十日军线怎么样 买 那个二十日军线 上二十日军线跟MACD金刹 基本上是怎么样 是差不多的 MACD死刹 那股价估计跌破了二十日什么 军线 这两个是没有区别的 你比如说今天通知你 假MACD 好 你报名来学了 那明天刘老师又跟你说 我要讲二十日军线 你一看这课程表情就别报名了 你报名站在做干什么呢 事实上你没必要来学习 你劳逸什么结合 你出去玩去吧 对吧 昨天我们这一次大师班 有的会员说我特别想学习 就是有点累了 我想歇息歇息 那不一样的东西你又开始歇了 一样的东西你又疼勤管去 你学完MACD二十日军线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区别 长得不一样 其他都一模一样 对不对 你比如说你KTG金刹买S刹怎么样 然后又有点老师讲了 五日军线 你说一样不一样 一样嘛 除非就是说 他这个讲五日军线有点非常规 他可能是不知道是什么用法 你如果说就说讲军线那种的 比如说葛兰币四买四卖 什么上来买下来怎么样 你发现KTG是没有区别的 你要会分等什么别类 交会区别 那你比如说我这一次来讲课了 那你听完我的课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 那首先你要回去总结 那么你看老师讲课 他一定是围绕一个主题的 你可以认为是我的风格 你可以认为是老师这一次讲课的主题 那我们这两天讲这个 这个静态软件的服务也好 讲那个A加H我还记得没有 那你发现我始终离开这两个了没有 没有 这叫核心思想 你这样学习就不会去乱 我们一定是所有东西都围绕它 你比如说我们讲那个多空资金 大家看到啊 它实际上是LSF 那这个指标也是红利软件指标 红利软件可以说你去点网 这里面是不是有八大天王没错吧 你包括这里面有道还有什么 信 这也是一种分类 你还有这个标叫指标库 这些指标里面90%的指标 基本上都是拿来量价做出来的 就是从头上加价格 没有特别的东西啊就是量价做出来的 那为什么有区别的就是不一样的参数 啊 那么你比如说我们讲完这个多空资金 这就不一样了 啊 多空资金呢就不一样了 你包括这里面还有这个叫六财什么 神龙 那它也不一样 所以你要回去松累 那前些日子 李老师在北京呢 也我们现在红利这个教育教学大纲 就叫重新编排 我估计你们手里面有啊就是你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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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就是你叫就叫红利那个就红色的叫功能实战宝典 好像明明应该有啊 是吧 是有吗 好像是买尔街就送一本红色那个书啊 就叫什么宝典啊 那个书呢 梁董啊前两天找到我说 能不能重新编排一下 我说有两个问题 第一呢 梁董提出来了说 那个说明书上面的指标我们会员在软件上面找不到 所以我要做一个所以就怎么能找到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他那个风力怎么分离 叫叫摆动类的 还有什么叫趋向类的 什么这个这个高级类的初级类的 反正就是分分得很乱 那我我觉得就是我想对他重新分类 那重新分类里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刚才我说了MACD和QDG 我们就可以放到一起对吧 那比如说趋势网也可以放到一起 比如说这个多工房也放到一起 彩虹链也放到一起对吧 好 那么还有一个指标 比如说这个LSF 对吧 你包括这里面还有一个叫六彩什么 神武 你包括这里面还有一个叫B0KE什么G 这几个指标跟那些就不能放到一起 因为那些指标跟那些指标有什么区别呢 那些指标的计算的原理都是量和价格过来的 那我刚才念的这几个指标LSF 包括我们这里面讲的这个B0KEG 还有我们所谓的六彩什么 神龙 当然后来我们有六彩游龙 包括这里面的还有很多啊 你比如说这个MSCDS 包括这个MCD 对吧 这里面有好几样东西 包括这个SP 就这个指标也一样 这个叫天空什么浮桥 就这些应该是放到一起的 因为你为什么放到一起呢 大家看到这个 你看这个指标这就写的 你看这个空方多方 这里面写个跟什么 跟桩 你这一看这个指标跟一般的就有点不一样 它制作这个原理就不一样 所以我们把这些指标应该是放到一起的 那么因为你的风格 那李老师呢 我说了我的学术领域就是现在主要是在这上面 所以你看我讲红绿软件 基本上我现在很少讲彩虹线呀 鲸线呀 包括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趋势王呀 都我很少去讲这种指标 我也很少去用这种指标 我用的是要比这个指标还要怎么样 高级一点的 我用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 比如我们那讲多空资金 比如我们讲到六财什么 省口 那么这种 为什么那种好用呢 因为那种是 跟这个有关系 它是股市上或者下的根本性的什么 原因 而你去学趋势王多空王 它不是上涨下跌原因 它是对上涨下跌的进一步的什么 追踪或者叫跟踪 就价格涨了 然后那个指标会做出来一定的什么 反应 其实你不看 你涨三天 趋势王肯定翻红 一直持续创新高 趋势王一般都是什么颜色 红的 跌了三四天了 趋势王就怎么样 就绿了 它是价格的追踪 它不是原因 你会分类 对吧 我们很多会员 哇 学习很认真吗 很认真 我承认 对吧 分课怎么样 必听 但是学习效率就怎么样 就就就就差一些 啊 这个怎么说呢 是没误性吗 也不能说没误性 就是不太会学习 他不会对这个老师讲的分类呀 怎么把学习东西消化了 哎 所以说呢就是 这个很努力 但是不见效果是什么 啊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怎么说呢 就说不要假装你很努力 因为结果不会陪你演戏 对吧 学很努力 那你怎么要结果呀 就是你很努力 结果是什么呀 对吧 所以我们就说 跟啊 就说跟老师那么 当然学习方法也是要学习 就是学习是要 知识要学习 怎么把知识学好 学习方法也是有方法 对吧 比如说李老师就是一个很会学习的人 我这个人比较懒啊 是比较 不是那么很特别勤快的人 但是我觉得我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 就我会学习 我从小一般别的孩子跟我一起就学不过我 也不是聪明 就我会学习 学习效率比较怎么样 那么有的在这个学习效率比较 我们这个都 当然不能选我偷懒 对吧 你好得向老师学习 你不好的不能向老师学习 对不对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内容是什么呢 还是讲这个 就我们就讲弘利软件 我们就讲一个 再讲一个指标 那么这也是那天一个会员提出来 就李老师 你讲那个多工资金 我明白了 那不是一个指标 它是一个指标 它有分类 它跟我们原来学的量价类的东西怎么样 不一样 你比如说你学 学什么 五百六百 或者学 怎么怎么样 那就是量价 但那天多工资金 讲完以后 那就不属于技术分析了 因为我们第一天讲个 炒股要四个 对不对 基本面 还有什么 技术分析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错啊 我们 第六感案 三个都说 最重要是哪个啊 主力行为 是不是主力行为啊 我们第一天就提出来 我们提了好几遍啊 那么在这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主力什么 行为 当然难度最大的也是主力行为 对吧 主力行为一定是最厉害的 那么我们那天讲的这个 多工资金 它就不属于单程的基本面 也不属于技术什么 恩系了 同样是用咱们红绿软件 但它不属于技术分析 那更不属于第六感染 那么有的网友就提议说 李老师能不能再给我们 讲这个 就是跟 还是主力行为相关的一些东西啊 那么这个是可以的 那比如说我们今天呢 再教大家一个 但我们就不教这个 这个有点复杂 你看这个 这里面可是有 恩多个用法非常多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就讲一个指标 讲一个什么的 哎 我们今天就讲刚才我 打开了一个叫 B什么 A-N-K-E-G 我们今天大家讲这个 那么这个指标实际上是 也是讲的人不多 讲人不多 讲人不多 你们这可能讲这个主力行为 跟主力有关的指标 讲六财神龙讲的怎么样 多一些 讲这种的可能少一些 那么今天 李老师给大家去讲讲这个 B-A-N-K-E 这个指标 这个指标其实呢 中国名字叫什么呢 叫主力能量 我们那天叫多工资金 今天这个叫主力什么能量 那么这个主力能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啊 它呢是在静态里面有 我们现在实物面有大财神的这个客户呢 这个指标是被也被放到大财神的 能理解了吧 你是可以调出来这个指标的 好 那么这个指标呢 特别简单 大家看到呢 它实际上呢 只有啊 就是两种颜色的这个柱体啊 大家看到上面是绿柱下面是什么 红柱 啊 然后呢 至于这两条线就比较简单 这两条线是什么呢 就当红柱在零 中间有一条零轴 看见零轴了没有 在零轴的上方就是绿柱 这个时候呢 红线在上 黄线在什么 下 当这个东西啊 出现在零轴下方的时候 就变成什么颜色的柱体 红色柱体 那这个时候就黄色在上 红色的现在什么 在下 它就是 没有任何的其他的复杂的 那就这么这么一个简单 就是你要在教育过程当中 你看线也可以 你看这个柱体怎么样也可以 那都可以 呃 这个指标呢是非常好的一个 就是我们 呃 可以说就是我们讲吧 炒股票里面分四个领域 第一个 技术分析 基本面还有一个叫主力行为 那么这个指标 是非常好的一个 你如果去研究主力行为的话 一个叫入门为的指标 就是要是我以后要多研究主力 啊 好 那这个指标 就是研究主力的一个入门级别的指标 这种凡是跟主力啊 追踪主力有关系的这个这个指标 大体上的制作原理是怎么来的呢 一般就有这么几个数据 就他这些指标都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啊 跟价格一般没太大关系 他更多考虑的都有哪些数据呢 啊 成交量 换手率 和价格之间的关系 啊 以及在整个成交的过程当中 啊 这个大单和小单的一个监测 然后综合我们去做出来这种指标 啊 这是基本上大体上啊 都是这么设计出来的 啊 设计出来 你不像我们讲这个 你比如说我们讲那个那个 那个 MACD KDG 没有换手率 他就是价格 像这种指标一般 就是有背后的大单的监测呀 更多是深入的一些深入数据呀 我们去把它设计过来 那么既然是设计过来 目的是用来追踪什么 追踪什么 这个可不是追踪油资的啊 没这么先进 明白我说意思了吗 他就是宽泛的 啊 追踪所谓叫什么 主力 就是大资金 那么既然是追踪大资金 这一般来讲 他不具备买卖点 就他是对我们 传统的一些方法的一个什么 一个一个应该说叫一个什么 一个验证 啊 一个辅助分析功能 你比如说六彩生龙 你很难去交易 你不像缺手啊 有买点也有什么 卖人家六彩生龙就没有 很少有明确的买点卖点 能理解了吧 你包括我们讲这个多工资金 包括这个主力能量很少有明确的买卖点 有没有明确的买卖点 有没有 没有 你没法说的买卖点 你能说绿柱买红柱卖吧 就不行 他跟我们量价里才不一样 那么这个首先这个验证啊 你比如说我周四 那天才是报名参加的 那不是报名 那天是还仅限什么大师班的这个 已经报名的参加 那天我会讲一个课程 那天我们就讲到一个访凡的一套方法 其中我们就会涉及到这个指标 就咱们去验证 那么通常情况下来说 你比如说 绿柱在什么 上 红柱在什么 下 如果是绿柱的话呢 一般股票都是主流资金推动的什么趋势 上升趋势 那比如说这个位置股价创什么 新高 但是这个柱体是怎么样 缩短的 那么一般这个位置寓意的头部 之后呢 红色柱体站坐一般是什么趋势 下降趋势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通常情况下来这么用的 那么翻过来讲 如果一个股票啊 整个的黄 这个黄线在上 说明红柱在下 那说明下降趋势 那么你比如说左侧在这段时间 为什么走得很好 因为整个全都是什么颜色的柱体 绿色柱体 在上方 就在灵柱的上方 那么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比较简单的 那么我们把这个指标呢 去讲他的这个原理啊 包括去讲他刚才说就是一般我们用的话呢 都不具备买卖的 他只是辅助去做一个验证 那我说一般归一般 那我觉得啊 我呢一直试图呢 就是在这些个常规类的不具备买卖的指标 总是想办法去找一些能买卖点 因为我们会员啊 还是喜欢这个有明确买卖点的东西 对吧 所以我们 你比如我们那天讲那个多空资金 我们讲那个第一个蓝色石心 第一个红色的什么 空心 那个是是标 标准用法吗 是官方用法吗 是吗 不是的 那是李老师自己发明传道 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官方没有那个用法 你就说明说找没有 那是我自己发明创造的 我为什么发明创造呢 你们需求着 对不对呀 发明创造 所以说呢 去想 那么这个指标也是一样的道理 你看起来他呢 没有明确的买卖点 但是他有很多的明确买卖点 你比如说我今天呢 给大家去举个例子啊 注意 打董的醒醒了 马上放学了啊 我马上讲完了啊 今天我们说了这个时间很短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给大家去讲讲就是他一些买卖点 你这个买卖点怎么去用呢 非常简单啊 我们就不讲原理了 我直接告诉大家怎么去用这个东西啊 我们先说一个买点啊 先说一个买点 那么这个买点怎么去用呢 非常简单 叫双分 分值用法 因为这个里面还有其他的买卖点 我们以后遇到会讲的 先讲一个叫分值买卖法 叫双分 确切的说应该叫缩分买法 就我自己为了方便记忆啊 叫缩分买法 什么叫缩分呢 缩是缩减的缩 缩短了 分值的是什么 分值能理解的意思吗 叫缩分买法 缩分买法 那么我们呢 在这个挤用的过程当中 我们最好是 这个就是说打到这个 这个大财神里面去用 因为什么呢 这个静态里面的这个这个指标啊 跟大财神里面的指标 略微有点怎么样 不一样 颜色不一样 你比如说我们把它去调出来啊 好把那我们把这个第二个窗户 去掉点这个第三个窗户 点原里的圆 这里面呢 那我们啊应该是 我们应该是升级上来的啊 应该是在这里面啊 在财里面 对财 看到财了没有 发财的财 这里面就有一个主力是吧 能量线 就这个啊 大家看到就就这个 好 我们这时候点右 右 右键 我们要点几窗口 两窗口啊 我们把 这个指标呢去掉 然后再点一遍 好点 这里面有一个叫主力能量线 大家看到啊 这就出来了啊 那么出来以后呢 大家看到就是说在这里面点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啊 这个跟那个静态是有点不一样的 你发现了吗 能看清楚啊 有点不一样啊 首先呢 刚才我们看到静态软件里面 上面是绿柱 下面是什么 红柱 但是在财神里面 反倒啊 上面是什么 蓝色的柱 下面是什么 红柱 就由绿变蓝了 那么 而且我们在静态里面看到的是 黄线和什么线 红线 那么在财神里面是什么 绿线和红线 它是有这么一个区别 其他的一模一样 这个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啊 注意一下啊 那么什么叫双分用法呢 我们在这里面跟大家去讲啊 那么双分用法 我们只看一个柱题就可以了 我们看下面 不要看什么绿色 我们先看这个什么 红色就可以了 好 那么红色的这个双分 指的什么叫双分呢 我们举个例子啊 这应该是指数 我们就讲个国啊 比如说 你们随便说一只个国 看随便说啊 都可以啊 香港的个国也可以 都可以 是吗 D05 什么 D05 D05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啊 哎 怎么能有这个普遍 叫D05 好 有这个啊 是DBS是吗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就我们以这个个部为例啊 那么这里面的这个双分用法 指的什么意思呢 它里面双分是非常多的 大家可以自己研究啊 绿色的有双分 红色的也有什么 双分啊 这个分指我们今天给大家去举个例子 只讲的是什么颜色 红色的 就一定要在灵柱的什么方 下方啊 不能是灵柱的上方 先讲灵柱的下方 那么灵柱的下方 那么我们来举个例子啊 这里面呢 我们要简单的做一个 就是给大家去画一下啊 我们把软件打开 大家看一下啊 在整个的这个灵柱的下方啊 那么 哎呦 这还不行啊 大家看到啊 其中呢 这个呢 是单分 这个呢 也叫什么 单分啊 那么其中 左边的这一堆叫做什么方 双分 或者是三分都有了 这是一个分指 这是两个 三个 这应该确切的说有几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这是五个分指啊 哎 看清楚了吗 能看清楚吗 这个没问题啊 就是我们只看红色的 大家看到这是单分 什么叫单分 就是分能理解吗 山分嘛 对不对啊 山字旁 放一个那个山分的分 分指嘛 我们学指标技术分析 经常会遇到这个词 对不对 你包括你学浪行也学到啊 好 分指 那么大家看到左边是绿色 右边也是什么 绿色 中间加的红色 这就是单分 能理解了吗 好 那么大家看到这个也是什么 单分啊 左边是绿色 右边绿色 中间是什么 红色 这也是单分 能理解吗 好 那这看清楚了 那我们大家看到 这一堆你注意看啊 它呢是延长的 什么叫双分 就是延长下来起来再怎么样 下来再起来就是就是双分 能理解吗 能理解吗 这个这个这个是这个太简单了啊 这没什么可讲的啊 我们在这里面 给大家去画一下这个示意图啊 这也是 技术分析经常会用到的一个东西啊 比如说 大家都知道 这就是单分 能理解我示意图吗 听懂没有 好 那当一个峰值下来了 然后缩起来 然后再怎么样 下来 又怎么样起来 这就叫什么分 双的 那么大家有的它会转化成三个分值 能理解了吧 我们不管这个 哪个分值高低啊 反正就是 这个是分值 那么当然了 有人就说啊 这种说法不标准 为什么不标准呢 它把这种叫骨不叫分 它们一般在灵柱的上方 这叫山分 这叫山什么 山骨 但是我觉得呢 就都叫分值吧 可以吧 就是在灵柱上方的分值 灵柱什么 下方的分值 我们只要灵柱下方 好了 那么这个分值是这样看的 比如说 假如说啊 这是红色 能理解了吧 好 这就是什么分 双分 那么如果这下来起来 然后上面又加了一点什么 绿色 那么这个时候下来 那么大家看到啊 这两个之间就不能叫双分了 因为中间隔了一个什么 青色 哎 青色 所以呢 大家要注意就是 这里面是一个细节啊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讲完以后 我们再来识别这一段时间的走势 大家看得很清楚啊 首先一个走势头 我们从 从右往左推 大家看到这是什么分 单分 就是下来 直接就怎么样 起来了 就是单分 那么大家看到这也是什么 单分 这不是这个指标用到的专业词语啊 就是关于这个分值 非常多的指标 就只要是带柱状体的像什么 MACD呀 什么这种的 它一般做成技术分析的都容易 啊 就是做成这种分值啊 大家看到这就属于单分 这也是什么 单分啊 好 那么大家看到我们不看青色 只看红色 好 那么这个就不能叫单分了 大家看到它的收放啊 那么先是下来 然后再怎么样 缩回去了 又怎么样 下来又缩回来 又下来又怎么样 缩回来 下回来缩回来 下来又怎么样 缩回来 又怎么样 延长了 又怎么样 缩解 所以呢 这里边有几个分值呢 大家要去找 最确切的说是一个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这是几个 六个分值 这里边是有六个分值的 就是你们回家会找 那么 我们在研究这个分值的时候呢 发现有六个 当然在这里边 需要注意的两个 注意的几个点 一定要明白 我们只要什么分值呢 看好了 好 那么大家知道 我们刚才说是红色的 没错吧 下来 对不对 好 开始 我们 我们这样表述啊 用柱状体 大家看到 这个分值不停的怎么样 是不是延长了 然后分值又不停的开始怎么样 缩小 这是单分还是双分 单分 三分 那么好 这个位置又开始怎么样 怎么样 延长了 能理解我说意思吗 然后又开始怎么样 缩短了 那么这就是什么分 双合 那么形成的样子 走的就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下来 然后再怎么样 起来 能理解我说意思吗 我们只要什么样的分值 只要这种的 那么如果说是这种的 我们就怎么样 不要了 能理解吗 就是右边的分值 要比左边的分值要怎么样 要要抬 抬高 不是贝离啊 跟贝离没关系 价格 没关系 价格创新力也可以 不创新力也可以 我们只需要分值是怎么样 上升的 像这个分值是怎么样 下降 我们只要这个分值是怎么样 上升的 能理解吗 没有问题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我们刚才说的分值 有几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把这个分值是这样的 稍微调一下 稍微调一下 好 好 我们看一下啊 是哦 嗯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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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上面有青色 所以我们就左边里就 这页就怎么样 就翻偏了就过去了 我们只看右边啊 大家看到啊 这个峰值 这个是一天比一天怎么样 是长的 然后这个位置有一个什么 缩 这有一个什么 放 但是因为这个放 比这个左边这个峰值怎么样 长了 所以说我们就说 这个就不能叫双峰值了 听懂了没有 我们说的峰值 我们已经画过了 这个就不能算了 那么这个呢 大家看到啊 也是一个峰值 这也是一个什么 峰值 是不是 下来 这个位置起来 这又怎么样 下来 大家能看清楚吗 这下来 起来 又怎么样 下来又起来 但是这个算双峰吗 这个算不算 到底算是不算 这个不能算啊 因为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 就是右边 比左边这个峰值怎么样 更长 这个就不能算 能理解了吗 好 我们再往后去看啊 这个峰值 这就是相当一个峰值了 对不对 左边峰值 我们再来找右边啊 好 下来 起来 这个位置又怎么样 下来 这个位置往回怎么样 缩了 难道这个峰值 就比这个峰值 怎么样 缩回来了 能理解我 是意思吗 此时此刻 你是不需要关注价格的 你不用看价格 你只需要找到这个什么 峰值就可以了 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没有 以后找这个什么 峰值 那要是为什么找这个峰值啊 吃饱趁的话呢 天天找这个峰值干嘛呀 哎呦 不是吃饱趁的话呢 每一次如果你能找到这个峰值啊 恭喜你 那个位置就有一堆的钱 怎么样 等着你 能理解这个意思吗 啊 啊 啊 这是什么时候啊 啊 这个都是 都是多年级的老知识了 哈哈 能理解了吗 就你去找 这个东西不多的 不常见 明白我说一次了吗 你们原来有没有看过这个东西 也看过 但是有用没有 因为你意识不到这个东西意味着什么 那么你 你意识不到这个东西的重要性 那说明你每次遇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也没有在这个位置实实在在的 做出来相应的什么 具体的什么 交易 那肯定是不能转化那种 能理解了吧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 啊 注意看好了 我们来看啊 这个位置下来 这这有没有双分 这有没有 这有没有 这算不算 不算 这算不算 不算 这算不算 算了 这就是一次啊 我们在这画一个什么 标记 能理解我说意思吗 我们用一个 勾去打仗 这个位置 我们讲过有一次的机会 我们画上 可不可以 这是比如一次 我们先把它标出来 那么这两个我们合起来叫一个 能理解我说意思吗 好 我们再来看啊 那这个是一个分值了 是不是相当 一共是不是两个分值 这是左边 这是什么 右边 那好 我们再来看右边 这个就现在当新的什么 左边 这能当右边吗 为什么不行啊 因为这个又比这个又怎么样 长 所以这两个就不能叫一个分值 但是这两个分值是已经存在 能理解我说意思吗 好 我们找到了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 那 现在这个就当做新的什么 左边的分值 我们再来找什么 右边 好 那么右边缩缩缩缩 这位置怎么样 仿 这位置怎么样 缩 OK 那这两个叫不叫 我们刚才说的分值 叫不叫 叫来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股票 到目前为止 几个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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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 两个 那么这个股票这么长时间 其实这下差不多有半年时间 有两个分值 那么第一次分值在哪呢 第一次分值在这 第二次分值在哪 第二次分值在这 好 那么如果 哎呦 那你想啊 你自己去想 能理解我说这个意思吗 这个能听懂吗 两次分值你去找 你料是多不多 我告诉你 你的股票一年啊 一年能出三次 那说明您都会选股票 您都选的不错的股票 说实话 你们大部分的股票一年啊 就出一两次 都一般都不超过几次 三次 如果说 李老师我的股票五次 哇 那您 那您太会宣布了 说实话 您这用起怎么样 太好了 明白 明白我说意思了吗 能听懂吗 这机会是很少的 好 那么在这边呢 有一些细节 李老师需要给大家去讲 他是怎么去用呢 大家注意了 我们既然找到这个分值了 那么将来呢 他就意味着具体的买点啊 他是这样去买的啊 我给大家去说啊 好 下来 这个柱子一天比一天 这是示意的 这是干什么 就是我就不画柱体了 好不好 相当于柱体一天比一天 怎么样 好 这是左分值啊 好 然后呢 我这样一画呢 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柱体开始 迅速怎么样 萎缩 就是缩短了 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扇风 能理解了吧 好 然后我们又下来 如果这样了 那就不算了 能理解我说意思吗 我们刚才说的是什么 一定要比 接下来开始柱体又怎么样 是缩吗 接下来柱体是缩吗 缩 哎呦 天呐 这到底学会了没学会 这么简单的东西 这是上面那个零组 对不对 对我们把这个柱体还是不要偷来了 还是一天一天怎么样 对 对 我们这样挂上了 好吧 嗯 我我辛苦一点无所谓 好吧 嗯 我们就别大师班了 我们就扫毛班 好吧 这个是不是柱体是不是在缩短 对不对 好 那么这是山峰的左边 如果这个位置继续起来出绿柱啊 那就没有双峰了 能理解我说意思吗 好 那么接下来一定是柱体是不是缩了 一定是怎么样 一定是放的 谁刚才还能缩呀 是不是 肯定是放的呀 但只不过这个放的不能一直放下去 都比这个长了 那就没了 能理解了吗 好 那么也就是放可以再放一根 可不可以 可以 可不可以再放一根也可以 能练下了吗 到这过去差不多了 开始要怎么样 缩 这个位置一根比一根是不是长 好 此时你要关注哪一根比前面开始怎么样 短了 这一根就属于缩柱的这一天 能理解我说意思吗 然后大家看到 接下来一定是 一定是 一定是这样起来的 能理解我说意思吗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双峰 能理解了没有 好 那么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去应用呢 非常简单 最最重要的是哪根柱子呢 当然到这么多柱子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最最重要的就这一根柱子 能理解吗 能理解吧 最重要的柱子就这一根柱子 这一根是什么柱子 就是说首先这个已经走完了 这个是不是已经走完了 已知啊 好 这是不是也走完了 好 那么你不停的延长 你是没办法角色的 当突然间有一点柱子开始怎么样 缩短了 而且这个最长的分值在这个范围什么 以内说明这个双峰就怎么样成立了 好 那么这个第一天缩短的对应的这根什么 K线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什么 K线 接下来你所有的交易都以这根K线为基种去交易就可以了 能理解我说的意思了吗 你就把这根K线找到了 你们现在这个终于消费了 很好呀 就应该这样吧 真看一张位置了 刘达华唱的都快累死了 你们底下很安静的往那一坐 没反应 刘达华估计都唱不下去了 这看懂了吗 这个 就是找着那个柱子 我们其实就是找这一根K线 明白了没有 那么这根K线 为什么重要 它是主力 在用作股票过程当中 最重要的一根K线 就我们这样就实现出来这个结果 这个首先模型我们就学会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实际来看一看好不好 看能不能找到 好 那我们把这个图形的往回去缩 一直这样去缩 首先大家看到 这个就没法找 大家看到这个柱体是不停的怎么样 是延长的 对吧 好 那么终于看到有一天 柱体开始怎么样 缩短了 是不是在缩 是不是在缩 这个只是左边 能理解我说一次吗 好 我们再来等着看什么 右边 但这右边呢是失效了 可能比左边那个柱体要怎么样 长了 没有长 应该是缩短的能理解我说一次吗 我看 我们仔细画一下 好 那么大家看到这个峰值是在这 没错吧 你鼠标可以往这一直 这里面是有直的 明白我说一次吗 你比如说长得特别像的时候 这边有直 我们不用看 这个柱体 这个峰值肯定比这个怎么样 短 能理解我说一次吗 好 那么它对应的K线是哪一根 应该是这一根 就是这一根 大家看到有没有符合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有没有符合 我把这个放大一点 好 大家看到 这是峰值的左边 左边那个峰值 对吗 因为这个比这个长了 这是峰值左边 这是什么 右边 那这是第一根怎么样 缩回的 它呢对应的是那根K线 能理解了没有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讲过 一定要等到股价突破什么 这根K线就是我们的什么点 美点 我们按照说围绕它去讲吧 对吧 好 那么大家看到有没有突破 有没有 没有 是跌落的 所以这个就失效了 懂我说意思吗 好好 然后再往后去走 筑体开始延长 然后走走走走走 注意啊 这开始就走双峰了 刚才这个呢不算 这个是不是算呀 这两个不算 因为这个比这个要怎么样 长 好 那这个是左边的峰值 这是什么 右边 当然不一定成立 也有可能不停的怎么样 延长 比这个还大 那就没有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现在呢是不停的在怎么样 延长 那这根非常怎么样 重要 有没有缩短 有没有 有 有没有 有 这缩短了 这个 这个 对吧 这个 好 缩短 那么我们讲过 这根根线 非常的什么 重要 那么我们先把它做一个什么 标记标出来 能理解了吧 好 理解了 然后我们再往后去走啊 我们先标出来可以吧 就 然后再 没 没 没有 然后了 没有 然后了 没有 然后了 是不是 没有 然后了 接下来 就 就是 就那个上涨了 就是 能理解我说的这个意思了吗 这个 这个有没有 有没有 没有 这个没有 一般是很少 很少见的 学会了没有 学会了 那么 接下来我们多取几个案例 那你们来看啊 整个的 您这个股票啊 其实 不多见啊 不多见 那我们把它去选出来 大家看到啊 在 这个位置 肯定是有的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位置 是不是啊 它肯定是有的 那么在后来还有没有呢 没有啊 这个是不算的啊 这个呢 也没有 中间隔了 清了 这没有 这有没有呢 这有 那你想买的也是启动点啊 那这个算不算 不算 这就不算 所以你看 那次数机会是非常非常少的 那么 整个到目前为止 那就看看您这股票 现在可以吧 您这个叫 第零五 这是左边的分值 对吗 是左边的吧 开始缩回去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盼着柱子再次怎么样 再次怎么样 还缩啊 这已经缩了 还缩啊 是不是柱子放 我们开始往下走 对吧 好 好 开始往哪走 往下 好 这时候你盼着干什么 对吧 你盼着干什么 开始缩了吗 没有 开始缩了吗 没有 开始缩了吗 没有 没有 开始缩了没有 缩了 这个为交易的关键的什么 K线 那么大家看到这个位置突破了没有 突破了 这就是我们的什么点 买点 昨天是个买点啊 哦 哇 这说是有证据吗 能理解我说一次吗 是不是啊 对 所以说啊 其实我们就证明 这个其实赚点钱还是很容易的 说实话 不是那么难啊 关键是你得会技术 你不能靠感觉啊 能理解了吧 一定不要相信赚 啊 你你需要方法就这个啊 这就找到了 能理解了吧 嗯 好 大家的最精彩的部分不是我现在讲 等我才能讲到 啊 你们再说一只股票随便说 我去给你找随便说 那什么股票 哦 三十九 哦 三十九 这个是吧 这是什么赢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没变 变了没变 股票变了没变 变了 那么变了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你这个机会其实不多 哎呦 这个 这个跟那个有点类似 你发现了没有 我们先找几个 大家看到啊 这个 这个 这个说但是那个价格是往哪走的 是往下走的 对吧 好 然后呢 再往后去走 看懂了吗 看懂了没有 哎 因为这个位置 其实这就是个买点啊 但是这个买点是失效的 为什么失效呢 你看 它的实际上是 这两个没把比 因为这个比这个长了 嗯 这两个比是可以的 能理解我说一次吗 但是它呢是没有突破 是跌漏的 但是这两个比的话 这个比这个要怎么样 长了 那只能是这个和这个比了 那好 现在就找到了 那它找到以后 那非常简单 这个位置呢 就是买点 12 那你如果买上3万 我OK 那那那那你发现 能理解我说这个意思了吗 是不是啊 哎 就找这个分纸 所以你这个机会啊 一定要回去把握 不是机会天天有啊 好 那么再往后去走 我们来看现在 有没有可以吧 有 嗯 你这个我们已经看见了是有啊 像这个就不能算了 直接比这个就怎么样 就怎么样 就长 那就不能算了 那么这个位置好不容易有 是缩了 但是它呢实际上是往哪走的 是往下的 像这个位置都不能算 因为这个柱子比右侧的又怎么样 长了 当然这个也能用 但是我们先教你一个嘛 这里面很复杂 很有绿色 好 那么现在呢 大家看到啊 这典型的是一个 对吧 这个位置啊 缩了没缩 缩了 缩了 是不是买点呀 是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看到机会 啊 今天这两天听 这个刘老师说 我们很多的会员 没有太大的信心 说还有信心吗 还股市还能做吗 这个机会 千载什么 单纹 你千年等一回 对不对呀 那你非得 这炸到天上以后 你才能看到机会吗 是不是呀 那虽然呢 很多股票我今天看啊 都符合买点 你怎么看都符合买点 能理解了吗 你说要是这次买完 一般这种买完 都不是短期上涨 一般都是什么上涨 中期 那你要是真的这买完 一定中长期吗 百分之百吗 有没有可能再下来 也有可能 但那个概率比较怎么样 小一些 那我们是相信 大概率呢 还是相信小概率呢 对不对 这就像你买彩票一样 十个彩票 七个彩票都会中500万 对吧 有三个彩票 不会中500万 那你这个彩票 你买还是不买 那肯定买呀 那中奖的概率高呀 对不对呀 这是我们讲的 还有什么 我随便看看吧 BHQ AWX AWX 是这个吗 上面还是下面的 上面 这是新交所美交所 是两边都上市了吗 没有 新交所 不是 好新交所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呢 也非常的这个多啊 还是比较多的 那么大家来看啊 其实呢 这个位置是不能算的 因为 为什么不能算 大家看到 它呢 是起来了 对吧 这个呢 中间割了一个什么 金色 这都不能算 我们就唯一 只能看右侧了 那右侧了 那么这个呢 是下来往回缩 但是这个一放 直列把左侧的底 就怎么样 击穿了 这个就不要算 然后呢 我们 诶 注意啊 大家看到啊 这位置收 这位置又怎么样 又放 那么接下来 你 你盼心情 盼恶量 盼什么呀 哎 盼回 盼回 判什么来什么 你看现在一看到 哇 原来你们看见这个 有反应吗 没有 是不是 那你没反应 那你那 那 这是 哇 你 这是没有 更哇 哇 对不对 啊 这个方法 一般都买到 拨段的启动点 都不是 你 你抄底不好学 抄底 这是底呀 对不对 原来一路下跌 这是个底呀 你抄到了 能能拿到的吗 你在这 抄完以后 在这就怎么样 就把你洗出去了 能理解吗 我们就能买到 启动点 是最好的 哎 这个方法 摆饰不爽 明白了吗 吴才零 好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来往后去找 那我们来看看 现在 有没有 像这些个位置 就没有 因为这个 直接把左色怎么样 击穿了 那么这种击穿了 其实也可以买 但是我为什么不教你们呢 因为他买完以后 往往都是下降趋势的什么 反弹 所以我就没教 我们只能说柱子一掉怎么样 缩短一般 中心上的 像这种的大家都下来起来 这个一种会缩 你买完了 只能是下降趋势里面的什么 反弹 所以我们就重点精力 放在柱子 像这都不能算 这个好 这就算了 是不是 是跟刚才那什么一样呀 所以说你们这个现在啊 这现在学习什么正当时 明白我说一次吗 千载难分的机会 机会什么来了 你不要看股价 你什么都不要看 你只需要干什么 买 是不是今天就大赚呀 你昨天把钱都已经怎么样 是不是准备好了呀 因为这个昨天就已经怎么样 已经缩了 你拿到看不见吗 对不对呀 是不是呀 你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周五吗 周五你就准备好了吗 周五还没学习 周五还没学习 没关系吗 这个机会多的了 对不对 来得及 永远都来得及 你们又不是不炒股票了 炒一招 那么 那么 这个是我们讲的日线 大家有能和国会员说 这个李老师这个日线啊 这个方法很好 它呢不是简单的技术分析 懂我说意思吧 技术分析啊 有个特点会频繁的出现 主力行为就不一定那么多的频率了 那是它的优点 出现的频率少 说明它的种确率怎么样 高 但是这同时也是它的缺点 什么缺点呢 就是个遇到次数怎么样 太短了 哇天哪 白苏真是漂亮 哇一千年碰到一回 结果被罚了 给撤散 对不对呀 这多长时间再用一次 对不对 好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非常简单 这个方法好的呢 就你不要在日线级别用 哇 周线 对周线也可以用 周线周期更长了 那就机会更大了 哇 我们现在呢 把它缩短到什么 峰时上 哎能理解吗 任何周期可以用啊 你放到五分钟上面 然后一两天就出一次 一两天就出一次啊 懂了没有 你把它放到峰时上面 你比如说 这是我们新加坡的股票 我们点行情浏览啊 好 我们去找到一些这个股票 我们随意给大家去打 等我们看你们的股票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呢 这是什么呢 这是火箭啊 这是 好好好 我们俩这是新加坡股票 是吗 对对对 我看市场啊 没有你啊 那我们就说随意去交易嘛 我们的股票其实 第一数量也不多 第二能做的日常的 其实也就那么多 对吧 好 那我们一般的习惯性的 对它做一个相应的什么 排序 对吧 当然这个排序呢 呃 我看这个你们是怎么排的 按照成交量是吧 我们一般习惯性的是 呃 右右键点一个设置 显示字段 我们呢 把那个成交额给它去加上啊 这里面有个总金额 看到了没有 这里面点一个什么 添加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呢 上移啊 因为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好 点确认 大家看到啊 呃 总成交额就就就就显示出来了 它呢 自动默认会给你排序啊 就你不用在静态里面 去找了 这就排完了 对不对 呃 以上这些股票 从这个第零五 U11开始 这些成交值比较相对什么 活跃 那我们来看这些股票啊 我们就一直一直翻 当然呢 这个股票呢 今天有没有买一点 有没有 日线是买一点 没算吧 好 那假如说你日线在这买了 你日线波段持股的时候呢 它日线也有上上什么 下下 那这个时候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记不记得昨天讲到油资它是怎么做的 它不是单纯的做波段 那个赵强还记得没有 八年翻了多少倍 一万倍 它是百分之五十的资金做波段 百分之五十的资金做什么 短线做差价 能理解了吗 你这样一来让你波段的这个成本不停的再怎么样 再降低 好 那怎么办呢 非常简单 你把这个点日线 你把它缩断什么呢 五分钟线上 这个可以对吧 你缩断了五分钟 这就简单了 你这个上面去找机位 那能找到好多 好 比如我们来最近的 大家看到 那么大家看到这段时间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 没有 对吧 这段时间没有 好 那么我们再往右侧去走 好 当然了 这是峰值出来了 对不对 好 注意啊 这就有了啊 大家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成立啊 就是一定要比这个要怎么样 要短 如果比那个长 你买的很有可能是买到下街趋势的什么 反弹了 对吧 所以我们盼着啊 就是说就从这附近的往回怎么样 缩了没缩 缩了 我给你们放大一点 看啊 哇 这个柱子很重要 对不对 好 这一天的时间 我跟你们说一下啊 这个缩短这一天是 公元2018年11月23号 10点15分 这少了5分钟应该可以见呀 今天20几号 26号 周六周日我们除掉 那23号应该是周几啊 周五 周五的 上午的几点钟啊 10点一刻 10点15 机会怎么样 来了 10点15的时候 等到10点20的时候 怎么样 突破了 你在10点20和10点25 这10分钟之内怎么样 可以买入 那么当时的价格是多少钱呢 当时是22块多 好 22块多买完以后 你想 后来 哇 那就没有最高 只有什么 更高 今天已经多少了 快24了 你这一个差价 这一两块钱就到账了 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 从周五到现在 大师班出来的没有 出来的 交易呀 你学会得去交易呀 这种方法不是我们简单的学 KDG 什么趋势王呀 什么彩虹线呀 不是的 这种是偏向于什么 主力行为 我提议大家多研究这个主力行为 那么大家 之前也有这种机会啊 那么像这些位置就没有这个机会 那么那样啊 今天有没有 今天有没有 有没有 今天是没有的 没有 啊 他可能几天会怎么样 会出一次 但是你要放在日线级别里面 那可能不是几天了 可能是几个月才怎么样 才出现一次 当然 我实验了一下 最小最小的周期就是 五分钟 五分钟 一分钟太有点怎么样 短了 我们就放在几分钟 五分钟 周线可不可以用呀 可以 月线可不可以用呀 可以 你可以灵活掌握 那你想一个问题 在这位置一埋 哇 天哪 好 我们这是一只骨盘 我们再来看下一只啊 下一只是这个什么 U11 是不是啊 直播自己的 那看多少啊 这个 这个什么UB 今天有没有 今天 今天没有 那他什么时候有呢 我们来看一下之前的 这个柱子呢是延长了 看到了没有 那这就处在下降趋势里一个什么 一个什么 一个反 好 那么我们再往后去移 那你比如说 这个位置有没有呢 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中间加了一点点什么 青色 这个就不算 能立下来没有 就差那么一点点 庙就庙在那 明白了吧 是不是啊 好 那这个位置就不能拿 那么再往后去走 那我们再看什么时候会有呢 这个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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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有的 哇 看见没有 这位置是不是机会来了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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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点55 是不是啊 比刚才那还来的还怎么样 还早了一些 那你想一个问题 那这个位置 大概到后期是不是突破了 这位置多少钱 这位置 那肯定 那那这位置在哪呢 看到了没有 刚才是不是在这 那这位置是不是在这 你买完之后 也往哪走 也往哪走 你 哎 这很简单 那你这 交易去吧 哇 是不是啊 包括这个啊 这个也是样的道理 你看到啊 这个 这好像没有 这没有 这个比这个之前怎么样 延长了 但是 这是不是一个分子 是不是 是的 那买的从这来 老婆 后期一直这样 学会的没有 学会的 这个东西啊 都是小的技巧 它不是说什么很高级 这个东西 一般都是 只适合在公司店里面讲的 都不适合在酒店讲 这个东西 它登上 大雅之后 对吧 它呢 就是一个 小小的技巧 你可以理解为 啊 就是练一套武功 李老师教你了一个小的招 明白我说意思吗 可以用来防止一个暗器 没错吧 就是一个技巧 你说多厉害 谈不上 谈不上 那么 我呢 讲这个技巧的目的是什么呢 还是说 就是说 让大家意识到这个什么 助力 助力行 就是它 跟研究主力 你只要明白了这个道理 你只要决定要走这条路的时候 那你已经成功了一半了 那你怎么去研究它呢 手段很多啊 我们讲多工资金也是 对吧 那它算不算 算 都是利用这些个指标 我们首先 能把一些研究主力指标能罗列出来 罗列完了以后 我们多花些精力怎么样 去研究它 当然 当然这个东西 由于确定 就是交易不成体系 对吧 要不然怎么说 只能说一招呢 那我们你想一问题 我们大师班 讲的都不讲主力 我们讲的是什么 最厉害的主力 油资 而且那都是成体系的 对吧 那学完 从今天开始就以后别卧了 留着我们等到大师班那天再卧吧 好 那天是惊喜啊 大家 今年 确实是为你们充分的准备啊 就是太好的一套体系啊 好 那么还是一句话 提议大家 想跟着刘老师这次学油资的赶紧怎么样 报名 这个座位我看后面应该还有四排吧 后面 尽量早点报 坐到前面 李老师离得稍微近点 看的可能更清楚一些 对吧 讲义呢也是彩色的 所以说呢 也不从在看不明白 肯定能学会 这个 它又不涉及到预测 对吧 它就是一套 跟踪 油资的这个价格 还有什么量的 把它重点去讲解 好了 我们大师班到时候讲的是都可以选 是可以选补的 明白了吧 但是这个东西呢 到目前为止 应该是不可以选 你怎么选 你选那个柱子缩短 好像还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 我超级悬货平台 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这个东西 好不好 我看啊 我还真没留意啊 这个 这个东西 我们知道是有的 因为我们经常用的 对吧 刚才我们那个叫 主力什么 能量 我们看 有没有主力能量 看见了没有 没有 没有是吧 那没有那就是没有啊 那在这个日线级别 可能是要选 但在分时图上面 是没必要选的 你可以把你的股票怎么样 打开白天 留意 因为你们有大财神 没错吧 你可以留意他 什么时候那个去 去用白天 他一般两三年 一般至少会出现一次 两三年出现一次 然后在这边 顺便还要说一下 因为那个大财神 跟那个 我们这一次的大师班 他本来知识是相通的 就是我们很多人有大财神 比如说 要是这个大财神 那么他就是交易 他交易怎么才能在 风势上面效果最好呢 一定还是得学什么 主力 比如说 你比如说 大财神 我们打开在五分钟图上面 出现了下面的酒就买 出现了上来的酒 我们就怎么样 酒卖 但是前提要保证 你这个股票出现酒 他非常的什么 活跃 但是我今天看 我们新加坡的 好多的股票怎么样 不活跃 所以你看这个大财神 在A股来说 要比你们要使用的多 为什么 因为A股怎么样 活跃 因为有一亿散户 就大量的成交金额 风势图上窜什么 下下 像你们这边的股票 就那么切 一般都不怎么动 要不就正负很小 要不就正负怎么样 很大 终于有正负一百的 横横横 一下就怎么样 一秒钟直接涨到一百了 没有意义 所以我们讲过 什么样的股票能做差价 说白了 什么样的股票 风势图上上下下 还是得有什么 油资 能理解我说 你怎么还得有这个油资 所以我们就说 大家呢 这个报大师班 那么学习这个知识 你可以跟你 这个大财神软件 可以结合起来去用 所以说这个价格上面 应该是也有套餐的 报起来本来也便宜 好 那么休息这个五分钟 好不好 那刘老师我们接着 大家去下班